突发轰动 林高远退赛 刚打进南丹四强 直接告别 法兰克福冠军赛也将无缘 中国国平遭遇重大损失 国平最近传来了一个突然的轰动消息 今日本来进行到了WTT马斯卡的挑战赛的一个倒数第二天的比赛 就快到决赛日 林高远打得非常好 刚刚取得一场三比一的大胜 战胜约内斯库 进到了南丹四强 没想到接下来面对队友温瑞伯的时候 他突然选择了退赛 随后林高远直接发了一条微博 说作为一个运动员 他甚至每一次站上赛场的机会都是弥足珍贵的 运动员的生涯也是有限的 能够站在赛场上去打乒乓球 他很感谢协会 也感谢队友们的帮助 感谢球迷们等等 所以他一直选择在坚持一下 但是这一次他的马斯卡特之旅只能告一段落了 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打完 他就已经感觉到了腿部拉伤 对一建议之后 他决定缺席后续的比赛 并且缺席接下来的法兰克福冠军赛 后续他会回国治疗 以更好的姿态回到赛场上 林高远直接发文宣布退赛了 对于国平时的轰动性的打击是个最大的影响了 一方面 高远退赛之后 本次比赛四强当中 让队友直接是保重心的决赛 对他本人的积分影响很大 因为他本来世界第九 现在并不稳 更重要的是退出法兰克福冠军赛 国平一共难对于三个人才能 现在只剩下俩王储欣林师东 他俩能不能会是真的不一定 而地步林高远的居然还是日本人松岛归功